大家早安,我是阿欣 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属于我跟我老婆的好消息 我们两个在2024年又准备要出远门走走漏 这一次我要回我的河南老家 去年我们曾经去过山东吉末 也就是我老婆她老家 我们去学做了山东菜也回老家探亲 另外我们去了韩国 所以去年的目标达成了 今年我给自己设定了几个目标 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我希望我的做菜频道 还是能维持第三年的日更 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每天上一道菜 目前on check 第二个,我希望我的体重能够控制在85公斤 现在正在努力当中 前几天不是90公斤吗 经过一个礼拜的控制 现在88点多 嘿,有机会朝向目标,达到这个目标 而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 我们的蜜月旅行 我跟我老婆其实就是跟着她的那个 婚纱公司的员工旅游一起跑去的 因为那时候穷嘛 我老婆没钱我也没钱 两个人都没钱哪有什么蜜月旅行可言呢 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个样子 生活比较重要出去玩和形势摆在后头 我们两个就是出国那么一次 后来结婚之后一直到我退休之前 从来没有带我老婆出过远门 所以啊,我在退休的时候就立下目标 如果可以我们还有点闲钱 能够在YouTube我们几个频道多赚一点钱的话 我跟我老婆啊,每年都要离开台湾到别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选择特别好啊 我要回我的老家河南走走看看咯 所以特别开心也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河南呢 有几个原因我想跟大家讲 第一个,我们前几年不是讲要一只铁锅走天涯吗 河南菜一直是我老爸告诉我说是家乡菜 老家菜是他儿时记忆的味道 我这次真的要回去看一看,尝一尝 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到处走走看看 把想吃想喝的从我爸爸那边听过 但是他不会做的 或者他做的不到地的 这一次我想要花点时间去把他怎么样给他通通吃一趟 然后如果能够学有些好朋友可以教我的话 我们也会把锅子带到那里去 请一些好朋友或者是我的亲戚啊 现场吃饭 把那个河南菜的做法也分享给各位好朋友 这是第一件事,我特别开心 我现在为什么会突然开始减肥呢 就是想要储备一些空间 让我回河南这几天能够大吃大喝一下 毕竟难得出去一下嘛 出去的时候还减肥 那好像就对自己太对不起自己了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河南一直是 你看人家说是去河南 我总是说回河南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 我爸爸在民国19年的时候 就出生在河南北部安阳地区的一个内黄县 我小时候的身份证 或者是我的那个成功领的结业证书 或者是我的大学研究所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的 籍贯都是河南内黄 我真的要回去看一看这块土地 我想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 那就是我爸爸出生时候呼吸的空气 而那块土地就是我爸爸小时候在那边奔跑游玩的土地 也是逃避日本侵犯咱们中华大地 事后在那上面奔跑逃难的土地 也是他从那个河南一路南下当流亡学生 然后跑到台湾走过的那块土地 我想去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 去感受一下那块土地 甚至听一听那里的响音 因为那就是我爸爸讲话的声音 也是我们小时候在眷村听到的声音 更是每年小时候逢年过节 河南熟熟伯伯到我们家聚餐的时候 有时候讲的声泪俱下那一个口音 很多老伯伯或者他们的下一代 已经没办法回到老家去听一听看一看了 那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亲戚在那边 我们还有钱 我们还有时间 那我们找个机会赶紧回老家走走看看 我觉得这是我要去河南的第二个最主要的目的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回去探亲 去年回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藏人也就是我老婆的爸爸 他的兄弟姐妹甚至在大陆的原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再说一个他们的下一代 也就是之前我藏人在大陆生出来的小孩子 或者是同辈的人也都不在人世 我们去探亲的时候碰到的都是我们的晚辈 也就是侄子这一辈的人 但是人不清血浓于水啊 人不清土清你一去就知道 那就是我们的亲戚 那就是我们的家人 政治什么事情咱们撇一边 但真的是血浓于水亲戚就是亲戚 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虽然是下一辈 可是我这次回到河南啊 这个探亲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爸爸还交代我一定要回去看一看 到底要看谁呢 我跟大家报告 我爸爸九十多岁了 我爸爸的亲生弟弟 也九十多岁了 还活得好好的在我们河南老家 这就在河南内皇守着原本那一块大土地呢 虽然土地已经变成很小 但是他就是留在老家的唯一血脉 另外要去看看我的姑姑 我的姑姑也九十多岁了 身体依然健康 你看我爸爸的亲生弟弟 亲生妹妹都还在呢 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一样吧 都是九十多岁老人了 我爸爸回不去了 但是我总要回去看一看探望一下 听说我的姑姑 我前几年回去的时候他还认得我 现在糊涂了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症吧 但回去看看 刺激一下 或者搞不好会让他唤起一些美丽的回忆 搞不好他还认识我了 不过这都是我们的想象 这一次回去啊 一方面要去郑州走一走 再一方面要去我的老家安阳内皇地区走一走 如果时间允许 一定要去交座 看一下我的姑姑 当然跟我们同辈的 我们老家好像每个人都有 健康长寿的基因哦 即使在以前这么困苦的环境之下 我们老家所有的人几乎都在 你看我叔叔生的孩子 两个也就是我的哥哥 嘿也统统活得好好 健健康康的 而我姑姑生的三个 一个姐姐两个妹妹 还有一个表哥吧 也一样都健健康康的 嘿都在人世耶 我们常常说亲戚越走越亲 不走他就没亲戚了 有的时候啊 人情冷暖就是这个样子 亲戚是靠走出来是靠沟通出来是靠联络出来的 不然啊久了你真的走在路上即使擦身而过 你都不知道他是你的亲戚 这样子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 我们外町人在台湾 其实亲戚本来就很少 但我们还有一些亲戚好朋友是在大陆 有的人是没办法 老大老爸走得太快了 他跟大陆已经取已经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那种亲戚关系插一下 因为某个人的事事就断掉 我们幸运我们还有联系 所以不去走走 不去看看长辈 不去跟我们的下一代聊聊天 这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 我一定要回去走走看看的 最主要原因 就在我退休的前一两年 我就立刻安排上这个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 什么叫做炎黄子孙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不承认他是龙的川人 也不承认他是炎黄子孙 但对我们来说 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你再怎么跟我讲 你政治再怎么变 我就觉得我是炎黄子孙 炎帝是炎帝 黄帝就是黄帝 而黄帝他出生的地方就在河南新政 也就是以前他不是出宣源吗 出生在有雄国的宣源 他是宣源氏 而那个宣源他出生的地方据说就在新政 他的出生的时间就是农历的3月3号 这一次我也想回去 刚好借着这个时间巧合来去看一下 皇帝的出生地 来体会一下祭拜皇帝的感觉 这个里面倒是有个好玩的东西 这一次马英九不是刚好回去 4月1号昨天起成了吗 要到4月11号中间有一个行程就是 祭皇帝灵 什么叫做祭皇帝呢 通常 祭跟拜两个是不一样的 拜是在他的出生地怎么样 祭上香案 然后缅怀这一个人叫做拜祖先 那祭祖先呢 就是在祖先埋葬的地方 摆上香案 给予祭是缅怀祖先叫做祭 所以在出生地办的仪式叫做拜 在死掉的地方或者是埋谷的地方 进行的仪式就叫做祭 所以我想要回到我们河南新镇 刚好在机场旁边 刚好也是那个农历的初三 3月初三 回去参加一下这个活动 也让自己重新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炎皇子孙 而拜祖先这个大典 或者拜皇帝这个大典 是中国人一脉相传的事情 过去在整个历史上面 只要是成平时期 那国家就会 政府就会组织相关的拜皇帝大典 如果是战乱时期呢 那就会是民间组织 或者组织这个祭拜大典 反正也就这么回事 炎皇子说 如果你不拜这个那怎么办 更进一步来说 我姓张 张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张这个姓呢 据传就是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特别会射箭他拿的那个弓 特别长他射的箭特别准 一方面能打猎在那个时候 能打到兽 那个什么野兽 能够喂饱家族 那就是个厉害的人嘛 这方面弓箭可以抵御敌人 能够什么消灭敌人 可以打败再来犯的人 那他不就是个大英雄吗 所以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就被次性为张 一个是公 一个是长 次性为张 而他的领地在哪里呢 跟各位报告 他的领地就在河南安阳的外皇 而我是内皇 不就在他旁边吗 所以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搞不好皇帝还真的就是我的祖先 如果把整个祖谱通通记录下来 追追追追追 皇帝搞不好 他真的是我祖先最原始的那一子 所以基于这几个原因 我决定今年要去河南走走 我们其实在YouTube 也不瞒大家讲 我们也赚到了点钱 所以这次回去 可以除了探亲之外 还能出去走走玩玩 我以前回河南 跟我老婆两个 或者跟我爸爸 我们都是直接回去探亲 我们经过郑州很多次 我们经过新郑机场很多次 但我们几乎 不要说几乎 我们连一个晚上都没有留过 都住在亲戚家里面 到底郑州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 郑州有什么好吃 不知道 郑州有什么好玩 不知道 到底那里有什么小吃 不知道 因为都在每个亲戚家里面吃饭 所以这一次 真的要留点时间 到郑州 到每个地方去走走看看 也希望我的那个 网络或者是我的频道里面 有很多我们河南的老乡好朋友 我们常留言那时候都会碰到 希望大家也能够给我一些建议 河南 安阳 郑州 安阳 还有郊座 有哪里有好吃的 哪里有好玩的 或者是您就住在这里 如果方便的话 请告诉我们到底哪里好吃 哪里好玩 如果你愿意 嘿 我就到你们家去 咱们能够在家里头聊聊天 也希望你能够做一道河南在地的家常菜 和大家分享 咱们就过去录影 然后分享给所有好朋友 好讲到这边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能在四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要去河南走走看看了 特别开心 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一个情境 有几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也不是报告吧 就想跟大家分享吧 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到河南老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跟我爸爸回去的 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就我们两个回去 哇那时候就围了好多人 大大小小 有一些亲戚从黑龙江 从内蒙古都回来 为什么 因为难得嘛 就那么第一次 从外面的人回到老家去了 很多人都谣传我爸爸已经死掉 结果没想到回去的时候 气宇轩昂啊 穿着布一样 咱们也带着大礼回去的嘛 然后回到老家之后 看了那个鼠鼠三鼠四鼠 然后再去看了姑姑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 回到那个交作姑姑家的那一天晚上 已经很晚了 好多小朋友都在旁边 那个时候真的很穷 三四十年前 然后姑姑端出一大盆的鸡蛋 他把那一盆鸡蛋拿给我 我就说 哇姑姑这太多了吧 咱吃不完 我跟我爸才两个人 怎么吃得完这么一大盆的鸡蛋呢 我姑姑跟我说 不是不是 这一盆是给你的 你爸爸还有一盆 更大一盆 就是水煮蛋哦 然后其他每个小孩子 我看就是趴在那个窗户边 那时候还是灯泡 就看着桌上的那一盆 两盆鸡蛋 我们两个吃不下 可是也勉强吃了几颗 毕竟这是好意嘛 吃了几颗之后放着 我看有一些那个小朋友在旁边 那时候我们也年轻 我就想拿给那个小朋友 因为谁是谁 我们也不记得 拿去的时候 我那些那个表哥表姐 才赶紧把我的手拉住 说示意说不要给 我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说不给我就不给吧 过了一两天 我那些表姐啊 或者是表哥才跟我讲 这些鸡蛋啊 是他妈妈跟邻居调来的 我说什么叫调来的 奢来的 以后要还啊 以前那时候穷啊 鸡蛋是好东西 哪有吃得上这么多鸡蛋 这些鸡蛋都是邻居借来的 租给我们吃的 他们都舍不得吃 一年吃没几次鸡蛋 不要给那些远房亲戚 或者是领居的小朋友 留下来 留下来 所以他们才把我拉住 可是你看 他们就去弄了这么多鸡蛋给我们吃 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吧 快三十年前 我第一次自己坐火车 回老家探亲 我要走的时候 我姑姑伤了一包硬硬的东西给我 哇 李办公处报告了 咱们一会再聊 结果是里长在宣布 我们这里要停水了 奇怪前几天不才下大雷雨吗 怎么要停水了 不过我不管他 我说我从老家要回北京读书的时候 我们就暑假 寒暑假就回去一下 然后看看姑姑 看看叔叔 也跟表兄弟姐妹 堂兄弟姐妹一起聊聊天 准备要回去的时候 姑姑就塞了一包包的很好的东西 塞到我的行李里面 准备要上火车 我想这应该是家里的一些小东西 或者是小零食 或者是他们做的一些农家菜 我想我也没看 我就放到包包里 我就准备回北京了 结果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机 什么东西 我的那个表哥就联络我了 说那一包东西一定要留好 你要先把它打开来看 就打开来看 哇都是5块10块1块2毛1毛的钞票 跟硬币 不好说话 穷了一辈子 他把他的私房钱全部给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那时候看到的讯息 接收到的新闻 就说台湾很穷 台湾没钱 台湾以前是吃香蕉皮 跟老蒋来没好日子过 虽然我们回去的时候 大家穿的都不错 然后日子过得也很好 可是在姑姑他们的心里面 总觉得我们一个人到北京念书穷嘛 要照顾我们 他把他全部的私房钱都给我了 你想一想 有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的东西 跟坊间听到的不一样 有好有坏 有的人他会去刻意 放大不好的地方 有的人会刻意放大好的地方 那就看每个人脑袋里面 记到的是什么东西吧 当然不管你到哪里去 总有好有坏 人也有好有坏 就看你碰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人的一辈子 能够碰到的人也不多 能够看到的东西也不多 我总觉得不管去哪里 保持一个好心情 看看别人好的地方 这样子你出去一趟才会开心啊 有的人出去就是专门看坏的地方 他走着走着看到一个烟蒂 就特别开心 你看我就说吧 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乱丢垃圾的人 走着走着看到有个人在旁边大声讲话 你看吧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公德心 其他的地方都很安静 他听不见 他看不见 其他地方都很干净 他听不见 他看不见 他只看见地上有个烟蒂 有人讲话很大声 这就变成他那一次旅游的回忆 他就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 因为他去就是为了找杂 回来就把这些东西给放大了 就像有人说 内地吃不起榨菜 内地不知道什么叫做茶叶带 内地的高铁都没有椅背 就是这个样子 他都哪里看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 搞不好他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局部的事实 但眼见不一定为凭 我们听到很多人说 大陆快要破产了 大陆快要不行了 中国快要崩解了 好多书都这么写 而且已经写了十几二十年了 大陆还是好好的 有人说大陆经济起飞 大陆越来越棒 大陆快要成为世界第一 可是也过了好多年 也没有成为世界第一 所以我想这一次去 我要透过我自己的眼睛 透过我自己的感觉 也带着大家 我们记录一些东西 让大家看一看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感受到的是什么 或许没有那么全面 因为我要走的路线 都是我喜欢的路线 我想去的地方 然后我讲的东西 或许也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它会是最真实呈现的一幕 好嘞 不再多说了 搞不好待会里长又要广播了 张心办谈天都先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要出远门了 这次要回河南走走看看 如果有河南的好朋友 你现在还在河南的话 或者是你从河南出来了 请大家帮个忙 有哪里好吃的 哪里好玩的 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不一定去得了 但如果可以 咱们都去吃吃看看 如果你在河南 想要跟我们分享一道家乡菜 跟我联系 咱们想办法到你家去 咱们录个河南菜吧 张心办谈天都先是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咱们下回见